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过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随着1907年奴隶制度的废纸 包括拉木镇在内的整个拉木岛随即走向没落 直到最近随着游客的疯狂涌入 才使他的经济获得了新生 抛开一系列与文化有关的头衔 拉木小镇最大的特点 便是这街头巷尾踩着小碎布的毛驴 据史料记载 在公元14世纪 当阿拉伯 波斯及印度的商人 将陶瓷 地毯等奢侈品运往非洲东海岸的时候 毛驴作为一种稀有无资 也被贴上了出口的标签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那上百头的毛驴就此开启了一段 与拉木古镇同样悠久的历史 几百年之后的今天 他们的后代仍然奋斗在生产第一线 并且成为了这个港口城市里唯一的交通和运输工具 从1987年起 岛上还设立了专门的毛驴保护所 至此 这四千多头世界上最受重视的驴子 全部登基在侧 相关的医疗服务 也不需要主人掏一分钱 每逢盛大节日 拉木小镇都要举行赛驴会 在狭窄而又拥挤的街道上 参赛者们骑着平日里训练有素的小毛驴 一路歪歪扭扭狂奔而去 没有人在意名次 不动本身也没有什么奖励 赛驴会更像是一个孩子们的狂欢节 这种骑在驴背上的快乐 大概也只有非洲拉木独此一家